你说有缺陷,我却更想要 比起一个完美的冬,人更想要一个我需要的冬 零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是一个化妆品专柜的销售 虽然我对产品的优点了如指掌 而且介绍的也还算流利,但业绩还是不太好 我还能如何精进我的推销技巧呢 常见的说法,你想要了解点什么,想要美白啊 那这款面膜太适合你了,它的美白效果超级好 就算是只想保湿它也很适合啊,更好的说法 您看中哪方面的功能,是想要美白还是保湿呢 如果您是想保湿,那我不推荐这一款 它的保湿效果一般般而已 但是,如果您是想美白的话 那它的美白效果超级好,您肯定会很喜欢 为什么要这样说 别人会对你的推荐打折扣,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觉得你的推荐不真诚 一旦对方觉得你抱有私心 就很容易怀疑你夸大其词,刻意隐瞒 尤其是对销售人员来说 对方的这种防卫心态 就是许多案例不能成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对方感受不到这个事物特别适合他 确实,一件事物可以在客观上很优秀 但通常而言,只要对方主观上没有感觉它特别适合自己 你的推荐就会无疾而终 也就是既不会遭到强烈反对,也不能得到真心认同 所以,与其把你推荐的东西夸得天花乱坠 没有死角的好,可以满足所有需求 倒不如通过自暴其短的方式 让你的推荐显得真诚并且真实 美国的销售大师哈里J·弗莱德曼 Harry G. Friedman分享过他的销售秘技就是先主动承认自己的产品有缺陷 这样一来,对方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实在 并不是为了卖东西不择手段 只要对方有这种他这人很可靠 他的推荐很真诚的印象 弗莱德曼接下来推荐什么就都无往不利了 从弗莱德曼的经验里 可以提炼出一个很有用的说话原则 那就是先否定再肯定 下次给别人做推荐的时候你可以试试这样说 如果你想要的是乘以乘以乘以 那就不太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乘以乘以乘以 那就一定得选这个 这样说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恳 还会觉得你很体贴 有针对他的需求去推荐东西 人是很有趣的 比起一个全校型的产品 我们通常更喜欢特典型的产品 比起一个什么都好的东西 我们通常更倾向于选择更符合我需求的东西 因为我们本能的相信 全面必须意味着每个特点都不够突出 这也就是为什么 聪明的店家都会使用一个小技巧 差不多的两款护肤品 他们会把一款放到美白专区 另一款放到保湿专区 即使两款的功效差别不大 但商家就是要故意营造一种区别感 有不同需求的人 就都会觉得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销售的道理 用在其他想要推荐的场合也行得通 比如你要推荐一部剧 与其讲它是如何精彩 跟对方保证他一定会喜欢 你可以说 这部剧超级好看 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节奏比较慢 但是我知道 你最喜欢这种细腻的风格 以及那种完美还原史实的精心制作 所以我相信 你看了肯定会特别喜欢 加延伸思考 缺点和特点只有一线之隔 特点和优点更是一体两面 如果别人眼中的缺点正是你眼中的优点 那你就会更加重义这个对象 就好比笔记本电脑用户通常都讨厌笨重 但是在追求极致性能的游戏玩家看来 有质感反倒是性能的象征 所以想让人接受你推荐的东西 与其无地方是漫无边际的招显优点 倒不如承认它有缺陷 只是这个缺陷正好符合另外一方面的需求 所以反过来说也可以是一种优点 转过这么一道弯的优点 才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优点 当然 这个话术的本意不是要强调这些缺点 刻意贬低自己推荐的东西 而是要把重点放在不合适上 也就是纯粹的需求不符 只要按照缺点很可能是另一方面的优点 这个思路去想问题 人人都能成为金牌推销员